欢迎去观看这期课 日本现在要修改 它观光客退税的规定 过去你知道什么 你到了日本你买东西 可以直接在这百货公司 在你贩售的商店 直接进行退税 可是日本现在要考虑 你现在所有的退税要干嘛 要在出关的时候退税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日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很多中国人到了日本 你大量的买东西 你大量的退税 那你出关的时候 你应该是大包小包 要带着很多东西离开 为什么 这些中国人都是两手空空的离开 那你买的东西呢 搞了半天 他们发现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就是中国人到了日本 我花了很多的钱 把人民币带过来以后 买了很多日本货 可是我居然在日本 又把这些日本货给卖掉了 卖掉了以后呢 这些钱就变成留在日本 他们发现 你难道中国人 把日本当成一个洗钱中心吗 你透过观光的名义 请洗钱支持 而且这样的一个现象 纽约日报也发现了 纽约日报就讲 现在中国 你知道他现在流出的资金 有多可怕吗 一个月有1.5兆的台币 怎么流出去的 我透过金条 我透过外币 甚至我大量买东京的公寓 把这个钱就给带走了 所以卖者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是 现在中国竟然掀起了个 买爆日本活动 买爆日本 这个是很夸张 买爆日本 他们最新的一个讯文 他们就说有7名中国人 观光客 而且持短期的观光签证而已 买爆 怎么买爆 竟然买了77亿日币的奢侈品 7个人 台币是17亿 买了17亿东西 而且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们到机场之后 发现这七个人 两手空空 都没有东西 后来人家讲说 没错 那东西呢 你们不是刷卡 刷了77亿吗 你们不是买了很多东西吗 你们不是都是买了一大堆奢侈品 那不是要大包小包 所以搞不好要推车 没有 他就说没有没有 我们已经寄回 我们自己的国家 寄回去了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寄回去 你也有个单据什么 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们被日本政府要求 你要缴10%的消费税 所以罚税 罚了7.6亿人民币 日币 后来人家才发现 进一步追查 原来他们可能非法 在日本当地 就把东西给非法卖掉了 所以七个人 买了17亿台币的名牌商品 结果在出去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日本要跟他收1.6亿的税金 可是中国人 没有缴税金 照样跑掉了 就浪缴去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就发现 这种事情好像感觉上 不是只有这七个人发生这样 因为他们都进一步去查 发现在2022年 光是消费满就超过一亿元的 竟然有372人 而这372人的总消费金额 竟然高达1704亿日币 然后想说天哪 一个人刷卡刷了四五亿日币 到底花心上面 消费差不多1亿台币 对 然后结果后来他们就说 那进去查是关税进一步查说 那他们当时搭飞机走的 他们到底就应该有很多东西 我们行李应该就报了吧 应该有很多的寄货 结果发现 五十几个人里面 五十七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有带东西回去 其他都不见了 他是有小叮当的任意门吗 哪里都没去 我花了一元买东西 我居然出关的时候是两手空空 对 五十七个人有带东西 而且搞不好只是哪个小盒东西 后来他们就进一步追查 发现原来现在中国这样的情况 叫做有什么 那个洗钱产业链 就直接在整个日本 已经建立起来了 所以我是以观光之名 行洗钱之时 以洗钱之时 那你知道 你看他们已经连表格 整个一个流程 现在都已经被日本媒体 给掌握 包括你就是观光签证 对不对 进去 然后你开始买 你买的东西有非常多地方 比如说你可能去那一些 新光三月百货公司 或是去那个GASA里面的 Six里面的非常高档的百货公司 那你买了 买手东西对不对 结果你就把那些奢侈品 全部到了一个 中国人自己开了一个交易中心 再把这全部的奢侈品 全部都卖给那个交易中心 后来那个交易中心 就把你的所有的货 全部都吞下来 而且你知道吗 你不是退税10%吗 对 那你老了 那算你也 commission 那我全部其他的 我全部都付给你 所以这些人去 可能纯粹只是帮这些 所谓的中间的这个 中国的交易中心 去买货 我外国人跑来的日本这些事业的 不管你是观光百货公司 或什么地方 买了很多东西以后 我就开始申报 申报的就是我要做了很多退税 做了很多退税之后 这些东西再卖回去 对 所以简单讲 就是我一手收中国人帮我买的货 一手又把它高价卖给外国人 然后这个人他就可以透过洗钱方式 你就一直刷卡刷卡刷卡 所以在中国的那一些钱 全部都因为刷卡关心 流到就已经全部 洗到日本去 洗到日本去 所以他们发现 这样类似的产业链 真的是已经在日本越来越多 而且看起来 因为刚抓到那七个人是在大阪 所以感觉上他们是遍地开花 东京大阪各个地方都有 还有他们就说 所以刚才讲 现在日本就等于说 拍了很多的影片 刚才讲你现在有的百货公司 你却买了这个名票 甚至有些地方更夸张是 我的这些包含PS5或什么东西 我是一档一档地放在这里 你一档一档地买 对 我跟你讲 他们大概主要分成几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 就是全部都锁定高价品 非常贵的 名表什么劳力士 有的没有的 第二个就是你刚看到的 就是这些日常用品 你有没有看到 感冒药 你买个二三十箱感冒药 你到底是什么话 行程不代替 就不可思议 你说药品买二三十箱 然后你连包括 你刚刚讲的游戏机那些 全部都买爆 后来买爆之后 全部都把原车整车 载到一个商店 直接进行交易掉 直接弄掉 所以他们就发现出 他们是系统性的一个犯罪 也为了要防堵 类似的一个洗钱情况 在日本继续的一个 恨行下去 所以我可以 当然我可以大量的买奢侈品 我大量的买游戏机跟电器 我大量的买高价的药品 然后甚至 我连刚刚讲的 我连买苹果的产品 都大量的买 再大量的处理掉 你知道他买苹果 有一个人在日本的 那个苹果的那个专卖店 买了180支的 他们的那个手机 就买了那个手机之后 然后又不见了 就是完全没有带回国 180支手机 就导致 这类似情况发生很多 所以导致你知道 苹果日本分公司 竟然被日本政府补税 130亿 就是有说代表 很多好像都已经 而且这是NHK报道的 发现日本门市 是由海外消费者 购买大量的iPhone 其中一笔涉及 个人一家就买了数百支 然后这个交易 没有被磕税 因此日本的苹果公司 还要补税 130亿日元 对 所以你知道 现在日本政府 要开始亡羊补牢 要开始修改法规 因为我们现在 如果去日本玩的人 我们都知道就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 百货公司 我今天买完 我其实马上 就可以退完税 然后我到了机场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 就上飞机了 现在没有 现在完全要比照外国 你知道比照像如果是欧洲的话 就是你要把你买的那些东西 大小包全部都拎到机场 然后给他们看过 所有单据都合过 合过之后 你才可以装夹 退税 你知道我以前 发生过很蠢的事情 就是我买一家堆化妆品 然后很多液体 结果后来 我就先寄行李寄了之后 发现 我那些超过100帽 不能带回来 所以现在就变成 日本政府 本来是要 让你消费者很方便 然后大家可以 在日本尽情的采购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装夹 方便你退税 因为要防土这样漏洞 所以以后每个人 每一个国家的消费者 都只能到机场退税 而且这个现象 就刚刚完全符合 纽约时报所报道的 现在中国想尽各种办法 要把中国的资金 给外流出去 外逃出去里面 透过金条外币 还有东京的公寓 我觉得那个数字非常可怕 它一个月 外流的金额 居然高达1.5兆的台币 它竟然高达1.5兆 他们现在发现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发现说 怎么很多人 他们透过刚提到的就是刷卡这样的情况 还有各种投资的方式 把钱偷偷的就汇到了一个国外去 然后呢 他们现在就讲说 中国人现在在日本 已经大买房市 刚提到很多人不是刚刚那种方式 如果你是那个短期的观光客 你这样卖掉之后 你又走上一大笔钱 他就讲到说 这300万美元以上的主要买家 竟然都是日本 而且他们是带着一箱一箱钱来付现金付款 他讲说东京有一个房地产公司 他说 中国已经是东京300万美金以上公寓的主要买家 而且这些中国的中国人 都带着一箱一箱的现金付款 他说 我要点那么多的现金 好累哦 点超级 都收起 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可以带出这么多现金 现在我们中国人如果要到国外去 不是都有一些相关的管制吗 所以 这就是回到刚刚的那个洗钱产业链 想办法 就是他已经是把那些抓卡金额 全部都换给那些洗出去了 所以他在日本就有满手的现金 他就可以在日本开始买东西 买房地产 因为在房地产 在日本买房地产应该不会崩跌 还有是哪一种 买金条 有的人 买金条 对 现在既然日本的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 竟然风行起买金条 有中国年轻人风行买金条 对 而且他们是到 限制到香港都去买金条 然后他们就有个小朋友 他就想说 我现在告诉我自己 我每年要买20公克 20公克这样子买金条 那为什么要买金条 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他们认为除了金条保值之外 其他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会跌 所以现在如果说连中国人 年轻人也开始抢购金条 也难怪现在全世界的一个 金价的指数会不断地飙 好 那另外在中国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注意到说 中国现在点名五月天 但是不是 有一个更可怕的是 纳因 老板我们看到的画面 现在中国很怪的是 纳因现在很多的画面 全部都被抹黑 全部都被拉黑 纳因是个人 在很多的指纹的资料 都被中国给delete掉 为什么这样 因为有人讲 他现在可能设限 把很多的钱给弄出去 因为大家怀疑 他跑去英国了 是 那你看 为什么 因为纳因本来 应该也算是大万级的吧 没想到在湖南 卫下一个综艺节目里面 他们本来是一个合照的 右边的合照 活生生的 纳因只是一只手 灵异照片 那主要为什么 就是这张照片 这个是纳因 这是一个合照 可是现在 这个合照 只现在变成这样子 把纳因给截掉了 所以正常人一看 这一定出事 纳因一定是被祖国给消失了 包括还有一个 你看看 你认为只有一个人 王菲在唱歌 对不对 不是 他本来是纳因跟王菲 在唱合唱 相约1998 结果现在只参加一个人 王菲在这里 纳因在这里 就把纳因 老婆我看 王菲在这里 把整个拉黑 是 这是代表什么 代表着对中国政府来讲 纳因现在宛如 佛帝谋 没说 也不能 连画面都不能任何出现 到底纳因做了什么事情 现在被人家发现 他有可能偷偷地 把他在中国的 七笔房地产 全部都已经出现浪杠了 然后包括北京的豪宅 东山座 然后还有包括其他一些地方 他说全部都出现掉了 这是纳因的房子 纳因的房子 这很可怕 他说他这个房子 北京这个豪宅 4.5亿人民币 那换算台币 天哪 20亿新台币 然后占地大概348坪 有八房四厅跟七卫浴 还有私人水暗线 然后冥想是按摩间 大泳池 什么都有 应有尽有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女主人 所以他们怀疑说 事实上这个豪宅 应该已经被纳因给卖掉了 然后现在还有人 竟然在国外 在澳洲 还是其他地方 发现纳因出现在那里 在喝咖啡 在喝咖啡 对 这个是下午伦敦的星巴克 这个是谁 这个是纳因 对 就发现纳因在那边 很自由自在一个人 过着一个普通老板心的生活 然后喝咖啡 然后走在路上 然后旁边都没有保镖 所以就发现说 纳因可能真的已经是 把中国的资产全部都 CLEAN 然后自己飞到轮队去 享受自由的呼吸 好 听会 刚刚讲的 最近中国说的纳因之外 对我们的五月天 尖命做记号 你说 其实有很多人讲 你是不是要割韭菜 你是不是要大罚款 你说没有 这个时间的敏感 是因为台湾刚好选举 你说这个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要介入台湾的动作 是一个警告动作 就叫杀鸡警喉 杀鸡警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为什么针对五月天 这五月天是什么事情 就是在上海的一个演唱会当中 结果被人家发现说 他唱可能是假唱 是对嘴的假唱 那后来这事情来讲的话 只是在网路上大家那边传 然后在那边微博热搜来讲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今天是人民日报出手 人民日报用专闻的方式来评论 就说如果这件事只是真的话 那这些来讲的话 五月天未来有可能 按照这个他们律师讲的 可能什么 以后在中国当时永久进唱 那为什么这个 所以这是人民日报的评论 人民评收知名乐团 被以假唱 真唱是本分 假唱须追责 有则改之 无则加密 这个是刀高高举起 现在这个刀是架在脖子上 有则改之 无则加密 也就是说还没有跟你下定论 但是在文章当中 已经提到了 十二手当中 他们抓到了五手 可能是假唱 如果连那么具体的数字 都表示出来的话 代表说后续 如果你不听话 可能会有各种动作出现 后来在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结果下面有很多附和 然后说什么 原来五月天是台独分子 不是支持台独的 之前对付郭台铭的 现在哪来对付五月天 对 没错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准备台湾2024年要选举了 所以现在中共也开始出手了 什么出手 就是戒选的出手 也就是说针对台湾的一些艺人 如果你要中国大陆发展的话 现在你陆陆续续要求你要来表态了 站对边 表态什么东西 就是表态你要反台独 或是什么 因为他们把五月天过往的精力抓出来之后 发现到原来2014年 五月天曾经支持太阳花 然后又支持反服帽 然后后来也捐钱 然后支持香港的反送中 然后又这个什么 你说这是中国现在微博在谈的 对 然后又很多很多事情来讲的话 全部都跟五月天扯上关系 那这件事情来讲 五月天何德何德 现在只是唱个歌而已 结果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让我们想到什么事情 想到之前我们看到了 国财办不是公告了以前 也公告名单 在2021年 准备台湾也要进行地方选举的时候 在做什么事情 把徐旭东远东集团的这个名单 公告出来说你们就是绿营的金主 所以接下来远东在中国大陆被查税 查税4.4亿的人民币 结果徐旭东后来对外讲说 他是反台独的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现在已经选举到了 说是借选动作 五月天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单纯割韭菜的问题而已 而是一个割韭菜动作 如果你要在中国大陆发展 要赚中国人民币的钱的话 你就必须要做一些表态 那现在如果艺人纷纷表态来讲的话 或者是这些经纪公司 他们会害怕紧张 失去这个市场的时候 这时候会跟绿营 或者跟民进党 这个保持一定的距离 好 雨萱 第二样的 BBC今天做了一个专题 这个专题我们其实也曾经介绍过 就是碧桂园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非常大的造证 这个造证叫森林城市 可是我看到BBC的报道 我吓死了 它根本就像鬼城一般 这个鬼城多可怕 不是有游泳池吗 不是有海边吗 他说不可以去游泳池 不可以去海边 因为现在人都空了 人都空了以后 鳄鱼进来了 是 保雷哥 它本来是要打造成一个森林城市 结果没想要打造成一个荒烟漫草 真的没有人的森林 而且BBC是用鬼城来形容它 当然是鬼城 而且保雷哥会更快报告 它到目前为止 其实根本还没盖完 只盖了15% 但有一个数字更可怕 它的入住率保全哥 你知道多少吗 1% 所以我觉得BBC很了不起 因为他们在这个 已经很难找到1%当中 找到一个住户 而这个住户还是逃生出来 这个住户说什么 说我一回来家里面 每次就请鸡皮疙瘩 而且待在这里 我感到非常的孤独 只有你和你的思想 所以讲白话文就是 他一个人快把自己搞疯了 光是住在这里 他竟然还说什么 他说老实说 这个地方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而且毛骨悚然说 我原本对这个地方 抱有很高的期望 但这是一个糟糕的经营 因为这里简直是 无事可做 保雷哥 他形容是什么 他形容是他自己的家里 有人这样形容说 我回到我自己家 你知道吗 太安静的地方 你真的会产生很多幻想 对 所以他说 所以我都不要了 什么押金 什么租金 什么都不管 我赔钱卖 我也没关系 我只想要逃离这里 所以好 我们现在就来带你看看 这个所谓森林城市多可怕 来 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森林城市的画面 它原本规划是什么 有什么商店街啊 水上乐园啊 写字楼啊 酒吧啊 餐馆就所有 通通都没有 因为实在是没人住 所以每一个商店 它的门都锁起来 来 你看哦 这是你看到它的海滩 为什么它有这个警示牌 它就说 小心鳄鱼 鳄鱼在这里 对 就是你这个海滩 直科远观不可谢万 远远看欣赏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下水 它说连游泳池都跑出来了 对 因为下水之后 很可能被鳄鱼咬 如果被咬了呢 其一概自负责任 因为我们给你警告一五了 但有趣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它在这个沙滩上呢 还有一个奇景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奇怪的白色楼梯 你说说这个白色楼梯 是做什么的 它远远的往外面去延伸过去 结果延伸着延伸 然后呢 就没了 为什么就没了 因为它说 这个东西原本盖来 是要让大家打卡来做景点 但想说说 坐在这个楼梯的上面 然后呢 后面都是人 然后可以这个仰望天空 但由于根本没有游客 根本没有住户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非常诡异的存在 所以它就形容说 在这个荒芜的海滩上 你只剩有破旧的儿童乐园 生锈的老爷车 然后就是一个白色混凝土 制作不知道通往哪里的楼梯 保安靖哥 这个楼梯就是跟这个 所谓的森林城市一样 也不知道森林城市未来 何去何走 不觉通往何处 对 就盖到一半 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 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景象 而且它所谓的老爷车原本是什么 原本应该是很漂亮 然后非常新 然后都在那边沙拉上 大家有没有 开趴 就是各位 现在看到这老爷车 结果呢 斑驳 生锈 然后整个窗户都卡灰了 金本也没人要去啦 这原本是打卡景点 但更可怕的不是这老爷车 还有更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一台小火车 这个小火车它是怎样 来 各位 就现在看到这画面 它就放在商场上 它原本应该会一直转 一直转 结果因为旁边都变成空地 然后整个商店也都没了 而且还一直放这一首歌 它放了什么歌 头 肩膀 洗脚子 头 肩膀 洗脚子 那多可怕啊 头 肩膀 洗脚子 听到我的毛骨悚蓝了 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有BBC的记者说 他听得吓死了 对 如果要拍鬼片的 欢迎去到现场取景 因为你根本都没有营造 现场的氛围 肃杀 就是这个状况嘛 他真的变鬼城了 真的是鬼城 而且还有游客想说什么 我来去试胆 什么叫试胆 听说他那边有一些饭店 住起来不错 结果呢 他就说 我来跑去住 结果发现真的 商店街通通都没有人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员工百无聊 坐在那边就是 衣服很无聊 什么时候 这个也没有人 然后我坐在那边 不知道要干嘛了 然后上面有写一个牌子 森林城市 幸福永无止境 后来发现真正的重点 是后面的永无止境 因为非常的激进 真的完全看不到终点 甚至就连半夜 回到饭店旅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一片漆黑 语言说 金本没人 我拐店会啦 不是 我觉得BBC姐 他说 这里这么多这么大楼 他去算 这么多楼 导播我看这个城市 森林城市 这么多楼 只有几个灯火 六个 这六个是灯亮的 对 所以当然员工的观念就是 反正平常没人 我灯关掉 就没想到真的有游客 而且游客怎么样 还可以这个远方灯火蓝山 跟凤火一样相互呼应 为什么 我在这一栋 然后这一栋可能只有我这间亮的 我看到你那栋 你只有你那间是亮的 彼此之间非常的估计 还要遥望的这个互相的旅客 才能有办法取暖 但各位 现在他的房价 我跟各位报告 跌了多彩 原本这一瓶要卖三十二万 现在跌跌跌跌到只剩十三点二万 但是还是没有人要买 而毕贵委员现在整个公司 欠债高达上千亿美 他还跟你讲 没有没有 我们很乐观 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东西 还是能玩销 你就知道 现在整个中国 不管是国内 不管是在海外 他的房地产 恶化的有多严重 好 国内 刚刚一开始就讲说 日本现在要改变 他这个退税的制度 本来说你在买的百货公司 你在买的商店里面 就可以进行退税 可是奇怪的是 怎么个人 你在日本 一个人消费一亿台币 四亿的这个所谓的日币 居然你数据的时候 是两手空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搞了半天是洗钱 真的是把这些钱洗到日本 再把钱洗到日本的时候 再去买日本的房地产 所以大家拼命的资金外逃吗 现在中国的状况 真的有这么严峻吗 你知道比移民还要难呢 是取得哪里的户口吗 北京的户口 北京曾经有限购令 中国很多人是希望 能够当北京人 宁可当条狗 也要北京的户口 北京是有限购令的 现在北京有些地方 已经取消限购令 让你可以真正当北京人 享有最好的 你说外地人 也可以到北京买房子了 以前要有户口 要在那边缴税五年 才可以当北京人 你知道吗 是因为那边的教育资源最好 是人生成功的钥匙 所以大家拼了命的 也要当北京人 因为北京很骄傲 我们是天子脚下 对 拥有最好的资源 所以去北京当北京人 比移民还要困难 结果现在北京发生什么事情 他已经有些地方取消限购令 结果他的房价是一开口 先砍一百万 一百万人民币 接下一百万人民币 再开始谈说 我要折扣多少 所以本来六月的房子 还卖五千多万 现在卖到四千多万 跌了台币一千多万 这不是叠价的问题 这是没有人要当北京人 手上天子脚下居民的问题 你说房子卖不掉 以前北上广 怎么可能有房子卖不掉的问题 就像是广州深圳卖不掉 你后来是上海卖不掉 现在是北京也卖不掉 代表中国人宁可跑去 东京跑到别的地方去 当外国人 也不愿意当北京人 因为大家以前是抢破头 想要当北京人 想要拥有北京的户口 因为这是你人生成功钥匙 你可以念北大清华 你可以念中国最好的教育之铁 你可以去中国最好的公司上班 都一切的目标 就是先去北京买个房 取得北京的户口 然后你的小孩就出人头地 所以北京的户口是非常抢手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北京的房价既然开始掉 而且是从十月底 开始一直狂掉 这是非常严重的举性 代表中国人竟然连北京人都不当了 所以他这个钱真是大量的外移 对 外移的非常严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条线 真的是往下掉了 以前北京的房子 还是有人要抢的 现在是往下掉 这是可怕的现象 再来是更可怕的是北京 更可怕的是香港 香港现在跌回了回归之前的股价 整个中国香港股市竟然 回到一九九七 回到一九九三 中国取回 回归之后 竟然回到了最低点 一万六千多点 这不只是台股黄金 香港交接给中国 是在一九九七年的七月一号 当时香港的恒生指数 一万六千三百六十五点 现在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三点 就差不多了 对 也就是回到一九九七 回到当年回归的股价 回到当年指数 这代表什么 香港已经慢慢变成 变成是完全 整个二十六年 完全是经济回到了从前了 黄粱一梦 就变成整个香港 那香港整个两年来股市夺产 你知道吗 它蒸发了八十兆 接下来整个香港外资大撤逃 然后没有人愿意去香港IPO上市 所以掉到了百分之十五 整个香港全世界重要股市 它的IPO 就去香港挂牌 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外媒都在笑什么 香港变成是亚洲金融中心的遗址 亚洲的旁贝股城 回忆说 一九九七之前的香港 曾经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结果现在变成是一个遗址 让你追念 香港变成金融中心的旁贝股城 对 让你回忆说 香港股市曾经有三万多点的高峰 那个高峰其实就在2019年而已 也不过三年的时间 所以大家要在笑 香港英国人用一百年 把香港打造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世界金融中心 习近平只用三年 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 就是变化就这么大 用这么快的时间 所以没人当北京人 现在香港也非常的惨 所以以前是纽伦港 纽约 伦敦 香港 现在是纽约 伦敦 新加坡 变成纽伦坡了 是习近平一手打造 把新加坡变成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香港变成是亚洲的遗址 旁背古城 那现在惨来不是这些 现在中国最厉害的是三朝发现的 什么叫三朝发现 第一个叫倒闭朝 裁员朝 四月朝 中国的三朝 很少没有看过 现在十一月 十二月 中国的返乡朝 春雨已经开始了 而且春雨的重量 你说三朝是倒闭 失业跟返乡 对 因为倒闭跟裁员跟失业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深圳 上海都出现了返乡人口 因为工厂倒闭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外港支工厂 或者是台商工厂 其实都慢慢的倒闭 甚至连中国的抖音 抖音这么红 它都裁员了四千多人 连抖音都在裁员阿里巴巴的量子电脑 很厉害的技术 连它都要裁三千多人 再来更可怕的是 有些外商早就逃走了 现在留在中国外商 反而是第二波更产的时候 所以本田汽车二十五年来 从来没有裁员 它竟然要裁九百个人 变成你没有走的外商 比走还要产 所以留在中国变成裁员潮非常严重 所以春雨竟然从现在就开始了 一直到过年后 你再回来上班 甚至有些人再也不会 也不会回来上班 因为工事完全倒闭了 为什么 因为今年初的时候 很多人因为失业或工作不好 跑去创业开饮食店 所以一下子年初的时候 自博烧烤不是很红吗 很多人就去开饭饮店 做小吃菜做摊饭 对 全部几万 结果现在反而 这边的失业潮 倒闭潮越来越严重 所以连人挤到哪里 代表中国怎样 整个消费完全没有了 吃喝玩乐 最低阶的所谓的这些螺蛳粉 连餐厅都没有 而且倒的是螺蛳粉 猪杂粥店 这才可怕 这都是所谓的降级消费 所以老婆我们看 这是哪里 这是广州 人要嘛 我要吃在广州 广州是最多美食的 他们说 我们现在刚刚讲到 沿路走了两公里的路 有十多家关门 包括卤肉卷 炸鸡店 泰国餐厅 猪杂粥 烧烤 更可怕的是 这里面讲 我不会因为离开了柳州 就失去了螺蛳粉的原始味道 照样关门了 所以现在是中国 连螺蛳粉都吃不起吗 一碗只有十几块人民币 或者是几块钱的螺蛳粉 都吃不起 那就非常可怕的现象 可是现在有个数字 是算出来 中国失业率 现在到底是多少 因为七月之后盖牌 所以现在中国内部 自己在传 失业率高达40% 青年失业率是40% 所以很多青年 现在干嘛 回乡去种草莓 种田 甚至跑到山上去住 过着原始的生活 这是中国的状况 所以失业率 恐怕不是20% 现在可能是40%了 对不对 中国今天走到这一步 很明显 就是中美大对抗的时候 你不得不然的一个结果 而且不得不然的结果 台湾也involve进来了 我们也战边了 我们今天 你说今天非常重要的信息 台湾今天宣布 14奈米以下的很多 我们都列为是国家科技 不能流出去的 对 既然是国家科技的话 那就不可能流到中国大陆去 因为现在台商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绵密往来 其实是美国最担心的 现在包含雷蒙多 之前叶伦来讲的话 他们在任何的制裁清单当中 一定是把你中国打到死 打到底 打到你爬不起来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他知道说 中国你很会模仿 所以我今天如果说 你今天 比如黄仁勋 他会提出说 我高科技的不出去 但是我设计一些低端的东西 可不可以卖 今天雷蒙多跟你说 连这个东西都不能卖 你只要是设计出 创造出什么东西 我就禁止你那个东西 他已经话讲这么明白了 黄仁勋才会跑到日本 才会跟岸田文雄见面 要投资日本 为什么 因为他中国走不下去了 所以才要去日本投资 所以这一连串来讲的话 雷蒙多已经非常 很清楚地告诉这些 企业主们 所有东西都不能 给我流到中国 而表面上我们看起来 好像是高科技而已 看起来是半导体而已 实际上不然 所有的包含什么东西 包含什么碳纤维 什么一些环保方面的处理 这个清污的一些相关的技术 全部都不能流到中国去 你说台湾这是14奈米 不是只有14奈米 不是只有半导体 你刚才讲的 连碳纤维 连刚才讲的连接线 连你很多的化工产品 连半导体要用的气体 都在管制范围 是 今天公告了 除了14奈米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清单 你把清单整个 一拉开一看的话 不得了了 因为它今天不是只有 高科技产业而已 它还包含传统产业的 相关的这个产业 都不能流到中国 技术不能交给中国 否则它有可能反噬回来 会搞到美国企业 所以今天对美国来讲的话 你看它封锁线 拉到台湾来了 拉到整个全球的 跟供应链 除了供应链之外 所有封锁线 跟中国一定要切八段 如果你中国 没有保持距离的话 这时候美国反而会制裁你的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来讲的话 赶快把清单拿出来 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要求 如果是符合美国要求的话 美国才会放过你 而且双周在一年前 有一个独家报导 这个独家报导 就是AIT突然跑来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你要跟你讲 他是负责高科技的 是负责半导体的 可是他跟你讲 我什么都不懂 我是一张白纸 就到处找人喝咖啡 就他现在弄了408页的报告 然后在明年1月的时候 又说 要等于说 要跟我们的厂商开研讨会 就代表他已经把台湾摸透了 你有什么东西 可以跟中国有关 你有什么东西 一定要留在台湾 有什么东西要划红线 已经借进来了 他真的不懂吗 他绝对是懂的 他就是被美国政府派过来 专门把这个 因为我们台湾人也是很奇怪 碰到外国人 就什么都讲 然后今天很多企业看到 美国人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机会之类的 会跟他讲一些 所以他收集了所有资料之后 写出那么多的报告 408页 你说一般的 什么都不懂的人 写一页就有问题了 而且408页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其实在台湾 他知道哪些企业 什么东西 其实美国在做 所谓的研究的时候 非常非常扎实 所以这些来讲的话 也对美国政府来讲 也提供相关的这个报告之后 美国知道怎么要求台湾 在哪些企业 哪些这个半导体也好 或是哪些高科技也好 哪些对中国来进行全面制裁 好 刚才讲的 今天我们讲 我一直看到14奈米 14奈米在讲 那就是一个什么 跟科技部有关 跟我们的经济部有关 没有 国防部 国科会 连农业部都有关系 经济部 数位部 而且没有 它的设计 我们台湾要对外面的限制 讲话 就对中国的限制 你不可以有碳纤维 你不可以有那种干扰性识别 你连红外线微波 还有我觉得农业更没有 农业包括什么 你连一体菌种的培养技术 水产的单性繁殖 包括农业生物晶片 还有农业药物残留的检测技术 还有动植物病的 这个动植物病的 这种所谓探测晶片 全部都要对中国封锁 连萌多这一年来总算搞清楚 中国为什么只要有一点缝 就可以做出很厉害的晶片 它的电动车为什么这么好 华为还号称自己可以做5G晶片 7奈米的晶片 虽然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还是做出来了 所以美国搞清楚之后 今天算是从台湾开始画下红线 因为这条红线 接下来日本跟韩国也要画 而且台湾一画 这个是非常恐怖一个表单 是今年公布之后 竟然高达22项 从国防科技碳纤维这些 还有卫星技术 这个未来还是5G 跟低轨卫星的技术 它一样陷在里面 而且半导体这一次 它还搞得非常清楚 不是只有晶片 14奈米以下的晶片技术的 气体化学品设备 它为什么前一阵子 要打什么备血技术 冷冻空调技术 激电工程 它就是已经想透了 我连你的设备材料 我都要管风车技术 我都要管 因为中国是怎么做出来 雷蒙多想来想必 它已经搞得非常清楚 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波 22项 此次第一波 接下来明年三四月 还有第二波 所以很多的技术 完全都被限注了 等于雷蒙多搞得很清楚 只要中国今天做出什么 它明天就把它掐死 而且红线是遍及全世界 不是只有台湾 台湾一画下去 日本跟韩国是不是要比照这张表 照表操客 一定要遵守这个东西 所以 现在美国对中国 真的是全面封锁 所以因为为什么 他真的看到了中国的实力 因为中国只要有一点点机会 做做出来 像今天黄人勋就讲说 他最大敌人是什么 最大敌人是华为 AI的技术 最怕的就是华为 他就讲2019年 其实华为那时候 就开发出GPU 叫做升腾 那时候的运算能力 其实已经超为NVIDIA了 当然他那时候用的是什么 台积电的代工技术 可是反过来 所以华为是设计的出来 他只是生产不出来 所以才要把台湾给卡住 对 只要有台积电 华为就可以超越NVIDIA 这件事情恐怖恐怖 恐怖啊 所以商务部 雷蒙多就想什么 我现在搞懂之后 我就知道台湾有设计 好 我封了 封测 我这次要封 设备我要不要封 也要封 所以材料化学品 所以一堆人 全部都被封在里面 他只要不让中国 不让中国有任何一个机会 可以信心之火燎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